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7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如中共四九大的召开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互访 刘晓波的去世等 从经济上看 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发力 雄安新区的仓促出拢 外汇管制收紧 一带一路战略受阻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2017年中国政治经济回顾 下面有请自由至上主义学者夏宜良教授 夏教授好 张姐好 向您请假的问题是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将会给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共产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 当然有些年份 像文革时代呢 有些时候他是这个 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需要 他是打乱这个正常会期的 每五年一次的会 对于中国人来说 虽然那个党的宣传机器说对中国人的生命啊 生活要有多么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主要是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 同时呢 推行新的领导人的意图 这次呢 特别强调突出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那习近平思想呢 我们也知道 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只不过呢 是会称为新时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而这个理论的这个原先的模板是邓小平理论 那习近平的思想其实不但不如邓小平理论 反而更加的倒退 他在这个精神实质上 更多的跟毛泽东思想更接近一点 所以要讲习近平的思想 跟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到底是距离更近一点还是更远一点 我倒愿意把它看作是离毛泽东思想更近一点 而离邓小平理论更远一点 所以呢 十九大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就是权力更加集中 而且在这个代表大会中 把习近平正式从理论上 思想上和组织上 都确立为中共中央的核心 也就是全国领导人最高的 这种超越一切约束的这种集权人物 所以这种影响的话 在今后一段时期 就会更加强化习近平的个人钻断 独裁统治 那么这一点呢 也可以看出他个人的这种 希望长期掌控中国权力的这样一种野心 任何敢于挑战权力 都被称为是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 其实我们知道党内进行民主竞争 或者是和平理性的竞争是合理的 因为你一个领导人不可能长期的永远的在领导职位上 如果有更加年轻 更加有能力的人进行挑战 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现在呢 这次十九大等于呢 开创了一个新的毛泽东时代 或者讲毛泽东2.0版本 有人称习近平为习泽东 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毛二 毛二氏 虽然他不是毛的这个从遗传基因上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儿子 但实际上在精神实质上他真是毛泽东的儿子 而习宗勋虽然是他生理上的父亲 基因上的父亲 但事实上呢 他很多好的这个思想或者很多的观点 反而没有被习近平所接受和成绩 这个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那夏教授您知道去年呢 刘晓波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也是零八宪章主要七场人之一 他被中共迫害致死 甚至呢叫错古杨辉吧 连古灰都不能保留在国内 必须海葬 那么他的去世又会给中国的民主事业带来哪些影响呢 刘晓波呢是我们的同道 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那么他这个实现了他自己的这种诺言 就是要为中国人民的这种自由 宪政民主事业而奋斗 甚至呢他愿意做殉道者 那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实现了这样一个遗愿 但是呢我们其实知道 他真正的遗愿还是要让中国人能够有更多的自由 有宪政民主和法治 所以呢他死的是比较遗憾的 那么这个遗憾呢就是说 本来可以更多的让中国的老百姓了解他 在他的引领下能够更多的追求这方面的进步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就是 事实上起到了一种打压 或者遏制人们追求民主的这样一个意愿 当局希望通过这样的势力来告诉中国的老百姓 任何人想追求现在民主和法治 他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下场 其实小波有很多次机会是可以到国外 无论是在国外做研究 还是长期的居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个人选择了这样一个 非常坚定的视死如归的道路 坚持在国内抗争来追求现正民主自由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先行者 所以呢他的死我们是相当的难过 到今天他的太太刘霞 居然呢还是没有根本的人生自由 想到国外来哪怕是治病都现在都不能实现 现在经常呢就是跟外界的联系也是被人为的割断 那么现在我们也很为刘霞的这个安危而担忧 刘霞的身体健康 无论是从身体到这个精神上 他现在有严重的抑郁症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如果共产党还有一点点人性 一点点人道主义就应该容许刘霞到海外来治病病居 夏教授您知道其实中共呢 虽然我们说他是极权主义社会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 实际上他还是体现出不同的一种管理上的特点 比如说在邓小平时代 在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 也都对一些政治异议人士啊 比如说要求出国的 他有时候也也把他放出去了 在习近平时代 那刘晓波会如此对待刘晓波 不让他出国治病 也不让他在国内安葬 我们看到习近平在他的统治模式 他的这种统治风格非常接近毛泽东时代 有人说习近平的这个性格特征就是二 他根本不顾及这个西方社会 不顾及文明世界的一些最基本的法则 大家还记得这个当时在香港 习近平呢参加一个活动 接受记者采访之后 其中记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会不会批准了小波 到海外去治疗 因为那时刘晓波已经得了癌症 已经在后期了 而且西方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向中国政府 无论是游睡啊还是施压 而且当时也有国外的医生到这个医院去看望小波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是一个明智的领导人 如果有人性的话他就应该允许应该做一个顺水人情 就那个时候放刘晓波出国治疗 其实大家都知道刘晓波的生命也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他那个是癌症呢是他那个非常严重 是不可能挽回生命的 刘晓波为什么提出来要到国外去治疗呢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希望把刘霞带出去 让刘霞获得全面的自由 所以这个点最后的疑怨心愿 那个习近平竟然面对香港记者的提问 置若网闻 立即匆匆的就离开了 根本不去回答这个问题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 这个最高领导人对异议人士 对这个追求现在民主的这些先行者 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所以现在有人联想到 已经被判为无期徒刑的王炳璋先生 他的大姐也一直在呼吁 希望那个习近平能够释放王炳璋 让他到海外来进行治疗 那我就跟王大姐说了 我说这个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从习近平面对香港记者 谈到刘晓波的时候 那种决然的态度 那种没有人性的那种表现 我们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 他人不可能让王炳璋活着走出监狱 还有彭明也是这样 彭明本来是年富力强的 根本没有什么病 竟然在狱中突然莫名其妙的说 是因病而死去 完全就是中共迫害的结果 所以我们看这些 为中国的民主事业 坚定的践行的先行者们 一个一个遭受到这样一种 非人的折磨迫害 最后让他们死去 所以共产党对任何异议人士 就是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来对待的 您知道去年 也就是我们属于2017年 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 实行了互访 那么您如何评价2017年的中美关系 我们知道4月份当时在 那个湖海三庄的会谈 那个时候呢 这个川普总统刚上任不多久 当时也表现出了一些积极态度 对中国也寄予很高的厚望 无论是在朝核危机问题上 还是对中美贸易关系问题上 希望中国能够做出大的让步 或者在很多方面进行配合 当时呢 双方据说谈的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回到中国之后 习近平也似乎做了一些姿态 尤其是到了11月份 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 据说这个在经济贸易方面 那美国呢 感觉到是有了一些实惠 包括一些订单 和一些这个贸易的意向 所以呢 200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大的 这个成果 让川普呢 也足以向国内的选民进行交代 但是后面我们又看到了 川普呢 并没有忘记他在竞选时候 所做出的那些承诺 就是在贸易公平问题方面 坚持要求中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实质性的改善 因为这个自由贸易是必须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 否则的话 就川普呢 不认为美国有必要留在多边贸易协定之中 所以美国已经退出了TPP 而且美国认为中国加入WTO16年里边 并没有真正兑现他以前所做出的承诺 所以动用了美国传统上可以采用的各种的制衡手段 包括301条款 包括这个自行启动双调查 就是双反调查 反倾销 反补贴的调查 所以现在呢 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战 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进行大的贸易结构的调整 把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削减到相当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一点呢 都是美国无法接受的 尤其川普在竞选期间就已经 当时又做出了很大的这种承诺 一定要完成这样一点 所以呢 他们还有一两个杀手锏 到今天还没有用的 就是把关税 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40% 然后呢对中国 把中国宣布为汇率操纵国 那这些呢都还没有真正的宣布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迹象 是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 尤其是在最近出台的 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里边 已经正式的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 主要的竞争对手 而这个竞争对手呢 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更加严重的内部解读 应该是当做一种潜在的敌人来对待 夏教授您知道 在中美关系中 朝鲜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至今呢 似乎也找不到一种很好的方法去解决 您认为中美之间 是否可能在2018年 联合去对朝鲜的合国章进行遏制 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 在四月份中国习近平就已经做出了 这样的一种私下的承诺 他们会对朝鲜呢 施加相当大的压力来配合美国 来完成这样一个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这样一个举措 但是现实是后来呢 并没有真正的这样做 或者做的不够到位 所以呢 川普曾经多次在推特上表示不满 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 这个朝鲜的这个武器试验 导弹的发射 尤其是带核弹头的发射 据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扬言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对美国造成了实质性的威胁 所以美国军方和美国的政界 现在都已经不能把这个当做儿戏来对待了 是必须认真的加以解决 那么一直呢 在联合国 在其他的国际组织中 都做出了种种努力 希望对朝鲜实施全面的经济制裁 因为从经济上进行全面的制裁 才能够制约朝鲜进一步的发展和武器 然后呢也消除他对外 进行军事恐吓的这种冲动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中国虽然已经答应 而且采取了相当的措施 但是最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中国的油船 是秘密的向朝鲜运输石油和能源产品 来帮助朝鲜渡过冬季严寒的难关 那这样的话就破坏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整体计划 让川普总统感到非常的生气 他认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实施这种配合的措施 那么美国国务院呢 也对此感到不满 所以我想呢现在的情况 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 对朝鲜的这种打击会开始 而且朝鲜方面也是不示弱 一方面他也曾经通过这个俄罗斯外长做过斡旋 说要跟美国直接对话 但是对话的这个情况很不乐观 所以呢美国现在呢已经不寄希望于这种直接的对话 而是要在近期进行这样的军事打击 那我们现在看到军事打击的准备几乎都已经完成了 那么现在最可能的时机是在一月份 因为一月份是严寒季节 而且呢当美国的军人度过了圣诞假期 度过了新年之后 相对来说可以更加集中精力的来准备战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时点 现在中国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这个边界已经集结了大量的军队 然后呢在相邻的一些县 设置了很多的难民疏散营疏散点 所以这些准备工作呢都表明战争和迫在眉睫 向教授您如何评价2017年中国经济形势 它到底是一种继续强势的增长 还是一种停滞的状态 您又如何看待中国的房地产业 首先我们看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前三个季度它都是号称增长率是6.9% 接近7% 然后第四季度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出来 一般是到一月份才能够出来 那么到一月份我们可以看到 中方很可能统计一个 还是接近6.9% 甚至超过6.9%的这个速度 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到 中国的统计数据啊 确实令人感到惊讶 因为三个季度完全相等都是6.9% 这在统计学里边 在日常的这种统计实践中是很罕见的 所以这里边有没有人为的水分 有没有加工 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过去中国几十年来 统计数据上都是有很多造假的痕迹 但是有一点我过去经常说的 我说哪怕是一个错的秤 那个秤呢 它原来就是错的 如果每一年它都用相同的秤去称的话 那也倒致到也大致不会差的太多 所以我现在同样坚持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说如果过去几十年 它的统计标准 基本上统计原则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那么它基本上自己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至于它是6.9% 还是真实的5.9%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现在呢看中国经济 它实质上是在衰退的 因为从现实中的这些指标观察 我们也可以看出 无论是企业家信心指数 投资者 投资家的信心指数 以及看这个能耗 按照李克强过去的那几个指标 就是煤耗 能耗 电耗 几个方面还有火车的运输量 就是被称为克强指数的这些指标 来衡量钢铁的这种使用量等等 来看出中国的经济是不是在衰退 而且呢大量的库存积压 有没有把这些库存积压释放出去 把它变成现实的就是已经回笼的资金 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 中国经济呢在过去一年里边 业绩并不是像中共所吹的那么好 另外我们看到外汇储备 从过去的4万多亿 是锐减到了1万多亿 而这1万多亿里边还有很多是要应付 这个贸易中的这种一些常用的支付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需要支付的方面 所以看中国呢听起来好像很有钱 领导人出访的时候总是大傻逼 大量的这个给外援 甚至是无偿的援助 而现在呢中国的老百姓 自己的这些基本的福利 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 至今还保持着差不多一亿的贫困人口 贫困山区的那些孩子们 还是不能得到正常的教育 他们的失职力量 他们的孝舍 他们的一些学习用品 都没有办法获得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 大量的钱却支援了非洲的 或者其他一些地区的贫困国家 所以这种是康中国国民之铠 去装扮他自己的这种面子 这是很可耻的一种 一种另类的卖国主义行为 然后呢中国经济我们看到股市一蹶不振 股市虽然有过反弹 但是呢还是一蹶不振 另外中国的房市除了一线城市以外 其他的二三线城市 基本上是处于一种 这个休眠状态 特别有一些城市曾经有过 非常奇异的反弹 比如说像合肥市曾经有过房价暴涨 但是后来呢又暴跌 所以这种大起大落 使中国的房市看起来非常的不健康 再加上最近已经宣布要出台 这个房地产税 所以呢虽然讲他真正的实施还要再等 但是呢实际上这已经 这个头上悬的这个这把剑即将落下来 所以很多方面呢让中国人感觉到不乐观 虽然官方的这个统计数字说 通货膨胀率非常低 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老百姓感受到的物价上升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中国的这种人均收入的增长的幅度是相当慢的 无论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还是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都没有像官方原来所乐观的预期的那样那么好 大家知道中国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叫林毅夫 他曾经多次预言说中国还可以高速增长30年 他讲的高速增长是起码是在8%以上的增长率 甚至有的时候是两位数的增长 但现在这个预言显然是要落空了 夏教授您作为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 您能否跟观众朋友预测一下 中国2018年的经济走向 我想2018年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非常的不乐观 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 以美国为首西方的这些主要的经济体 包括欧盟和日本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 都已经宣布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那么其他的我相信更多的国家会陆续的做出反应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做出的巨大的努力 就一方面希望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永久性的 后来呢又中国希望加入WTO 经过那么多的年努力终于加入了WTO 但是16年之后呢 并没有真正承诺 把以前的承诺都兑现 所以呢让这个其他国家呢 感觉到中国不是一个非常具有诚信的这样一个国家 这个政府是不可信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样一个外部环境 再加上中国很多这个贸易方面 商品方面都有很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最近在纽约发现了一起 这个大量的 把美国的一些奢侈品 包括手表 高级皮包 那些东西都是仿造名牌 都是伪造的一些商品 在美国大量的出售 在西方世界大量的出售 有很多商品不是中国的这个产权和专利 但是他们仿造的能力很强 这种做法呢 是在政府的纵容下 包庇下来进行的 所以损害了这个政府和国家的信用 那么相对而言的话 越来越多的商家就会对这些做法 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 和有针对性的惩罚 我想这个外部环境是不乐观的 从内部来讲的话 那么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哪里 我们讲过市场经济 才是市场经济繁荣的一个基础 市场经济加司法独立 或者讲法治的保障 才能够让老百姓获得更多的 自由的发展的空间 也有创造财富 积累财富的这种动力和激情 但是中国现在完全破坏了 这一项基础和环境 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没有法治的保障 对民营企业家进行了 很多的歧视和压迫打击 那么造成了民营经济的衰败 我们知道在2004年 就兴起了这种国进民退的这种浪潮 到2005年全面铺开 那么经过十几年的这种倒退的浪潮 使得中国民营经济遭受重创 而过去在中国国民经济构成中 75%以上的贡献率来自民营经济 而现在他们本末倒置 让国有经济获得最多的优势资源 而国有经济并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以这样的话 让民营企业家非常的失望 大量的民营企业家试图离开中国 把他们资本向外转移 而又受到中国政府的围追堵截 所以最近这些年 外汇资本外逃的现象非常严重 几万亿美元的资本已经逃到国外去 但是中国现在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不但企业很难转移资本 连个人的财富想转移美元到海外 都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这一切都会造成国民的 获得企业家的一种恐慌心理 现在我听说有很多企业家在采取各种方式 想秘密的通过曲线 就是各种曲折的方式来把他们的财产向海外转移 甚至他们这些家属家人都希望离开中国 所以这种恐慌心理是过去二三十年里边 不多见 有点类似于当年在收回香港之前 香港居民曾经出现的那种大猪逃的恐慌心理 当然后来由于香港政局基本稳定 香港居民后来有很多的回迁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连中国对未来的这种预期都不会看好 长期不看好的情况下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比较坚定的采取移民 或者其他的方式离开这个国家 下面说有几个思思乐点 想请您点评一下 第一个就是中共已经宣布 明年一月份召开十九届二重全会 其中有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修宪 中共为什么急于修宪呢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内心里边 是想模仿普京 俄罗斯的普京是打算长期执政 事实上普京执政也差不多二十年了 还想继续的执政下去 当然普京玩的是那种二人转 那么习近平是不是想模仿这种二人转的模式 还是说根本就不想跟另外一个人分享和轮替 而是由他一个人长期的执政 如果是像人们过去所传的那样的 因为他的太太彭丽媛很早就向闺蜜透露过 说他的先生习近平希望至少要掌握中国的权力是二十年时间 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他要通过修宪来确立他这种合法性 两任三任四任五任一直延续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使他这种统治 个人独裁成为一种合法的制度 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得人心的 我相信党内高级领导人内心可能也是不服的 所以党内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一旦被习近平发现 就理解为是政变 或者理解为野心家阴谋家的行为 要予以严惩 所以现在你看中国军方的高级将领不断的被更换 有些是被自杀 所谓被自杀就是从表面上来看是自杀的 但是是不是已经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 在巨大的压力和威胁之下 他们选择了自杀的方式 所以看这一段时期 中共高层官员自杀的频率 要比胡锦涛执政时期要高得多 而且更加的集中 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这种权力集中之后 所产生的这种恶果 所以我们看他无论是在党内 党内他把自己先确立为核心 然后又让第19次代表大会来确认习近平思想 这样一个主导地位 有点类似于朝鲜金家王朝 把主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因为朝鲜已经不太承认 所谓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这套东西 他们只是把金日成和金正日 金家三代王朝的东西 总结为主体思想 那么现在习近平就是把自己的 其实他自己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糟 也就是七平八凑的 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体 然后嫁接一点邓小平的东西 所以变成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 这个习近平思想是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价值 更没有这个制度上的进步意义 反而是倒退 他越来越多的接近文革和毛泽东时代 所以是完全不得人心的 那么习近平思想实际上不可能成为 长期指导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实践 这一点我想他这个是在自欺欺人 包括最近很搞笑的就是他本人 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的会议 来落实贯彻落实 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这种会议 这等于是这个王婆卖瓜自跨自 而且呢要求政治局都要向他效忠 就是实际上的意图就是让全党向他效忠 服从他一个人的指挥 夏天说从明年1月1日起啊 武警部队就开始不占有两个部门 就是军委和国务院共同领导 而直接隶属于军委领导 为什么会这种变化呢 我们知道所谓接受国务院的领导 就是说警察系统呢 本来呢你想一般的普通的警察 就是属于公安部领导 但是武装警察 因为他过去武装警察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装备除了一般的这个手枪 自卫武器以外 还有更加有杀伤力的 包括机关枪炮 或者是一些新型武器在内的 那么就跟这个野战军的这种作战能力 和打击能力比较接近 所以武装警察部队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 不是对付普通平民的 而是对付有可能拥有武装 来进行暴动和反抗的民众 他不是说针对一般性的治安 因为全世界的警察 一般通常不会有特别强大的武器和火力 但是呢中国的武装警察部队 是超越了普通的警察所适用的范围 那么他就不应该受公安部直接领导 而是受国务院领导 那就是说级别上更高一点 但是呢后来呢 现在习近平上任之后呢 他有一种恐慌心理 他总觉得有人想搞政变 有的人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所以他希望把一切这种危险都 从萌芽状态中都消除 所以他要直接指挥和领导武装警察部队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解放军早已不是什么解放的队伍 实际上他从来也不是解放的队伍 而是呢一个党卫军 一支党卫军呢 他的目的是以党的利益为他的最高目标的 不是说是主要用于国防 而是说当这个民众 要不拥护共产党 甚至想推翻共产党的这种迹象的时候 这个军队是要进行镇压的 所以呢 预期说他是国家的军队 不如说他是党的军队 所以叫党卫军 那么现在武装警察部队呢 也是想纳入党的这个指挥范畴 也就是说类似于当年 纳粹德国希特勒的这种叫做盖世泰宝 盖世泰宝呢 他有这个特别的上方宝剑 他可以把这个德国的冲分队的一些高级将领 德国的那个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都加以法办 甚至有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的手续 他们只要内部通知医生就可以做 这样的话就超越了一般的这种宪法呀 这个很多的这种具体的法律规定 那么现在习近平要做的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类似 如果他真的是把武装警察部队纳入到自己手中 他就可以对中共的一些高级官员 甚至军队里面的高级将领都进行直接的这种 约束啊或者是拘留啊甚至杀死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做法呢是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的恐怖 有点类似于盖世太保的国家 夏教授在26号啊 这个民间的维权人士叫吴干 他的外号叫屠夫 他因为不认罪 被这个法院以煽动颠覆政府罪 判了有期徒刑八年 您怎么看待这个判决结果 吴干这个人当时在网络世界 当时出名呢是有很多的维权事件 当时呢很多人骂他在网上把他骂得一塌糊涂 他自己也故意的来这个自嘲 所以呢他起的这个网名叫做超级低俗屠夫 但是事实上他就公然表明自己没有什么文化 是草根 但是自己呢就是要干杀猪的营生 这个杀猪实际上是杀那些恶贪官污吏 或者讲这个杀呢也不是说指着要人的性命 而只是说要打击那些贪官污吏 所以这样的话一种坚定的抗争 来自草根的这样一种英雄形象 实际上就慢慢的建立起来了 那么他在很多的案件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邓玉娇的案件 当时呢他亲自跑到了湖北 去跟邓玉娇家人见面 邓玉娇本人见面 所以呢他走在维权的第一线 后来呢什么福建三公民案 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案件 还有徐成和的那个案件 他都是直接的去参与 当然过去网上对他也有一些批评 甚至一些质疑 有些人说他参加这种维权是想个人捞好处 因为他曾在网上呼吁给他一点赞助 比如说路费啊这个旅费啊 因为他自己他的工作几乎都没有了 因为被这个官方打压 所以呢他要参加这种围权是需要一点最基本的费用 所以有很多网民愿意捐赠给他 但是呢有些人就造谣说他是骗钱的骗捐的 事实上不是 吴汉这个人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一位非常讲义气的这种江湖人物 现在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物 他以前还当过兵 他有的这个中国那种来自这个底层草坑的这种豪爽的这种勇气 我跟他见过几次面 而且我们一起在凤凰卫视为浙江的那个潜运会有一个村长啊 被那个一个车辆工程车辆压到那个地底下去了 当时那个案件有很多的疑点 我们被邀请参加凤凰卫视进行辩论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说那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而我跟吴干非常坚定的认为 那一定是一个阴谋是一个谋杀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 甚至当时连许志勇是具有相当公信力的一个维权法律人士 他们做了一个所谓独立的公民调查 有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去做了调查 但是呢他们在当时凤凰卫视的辩论中 让我们感觉说服力欠缺 而且甚至有一点其他的嫌疑 所以当时我跟吴干是坚定坚定的来进行质疑 对那种观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那种观点进行批驳 所以我当时觉得有这样一个坚定的战友 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也感到非常的宽慰 因为当时如果没有吴干的话 那我就感到势单力敌 就是说我们要面对那么多的 就是持反对态度的人 而我呢这等于是要舍战群辱 幸亏有了屠夫这样一个坚定的支持 我才不至于那么孤单 所以那次我相信大家在网上很容易找到那一期节目的视频 请大家再看一看 再回顾一下当年我和吴干是怎么样来进行质疑的 夏教授 郭文贵曾经多次表示吧 如果说12月31日以前 韦石和希洛不能进监狱 他就从他所住的18楼跳下去 您觉得他因为这个时间马上就到了 我还是有点担心 因为跳下去毕竟会造成生命的危险 您觉得他会跳下去吗 郭文贵有关这个方面的说辞不止一次 他在视频中至少说过两次以上 他以前说过说 如果到春节 韦石和希洛还没有被抓到美国监狱里坐牢的话 他就愿意呢 谁跟他打赌 他愿意赔人家100万美元 这是一种说法 另外呢 他还有说从18层楼上跳下去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种不可能 几乎不可能兑现的这种 他喜欢说这种大话 而且往往都不兑现 他以前你看这一年里边 他已经说过多次了 他哪件事情兑现了 而且很多的网民真的是跟他认真了 说我就给你打这个赌 你到时候输了 你就要交出这个100万美元 还有这10万美元的这种赌 也有很多人跟他打 他说了很多类似的话 他自己恐怕都不记得了 所以他这种人说话从来是没有诚信的 撒谎诚信 满嘴谎言 所以你现在跟他认真 有人说他说的是春节之前不是元旦之前 其实两种他都说过 对不对 好就算是元旦之前他不跳 春节之前他就会跳吗 他这种人这么无耻 他没有底线的 他怎么会去真的去自杀呢 我相信 郭文贵不会寻求自杀的 他只会死于非命 至于他怎么死我们不清楚 那么当然呢 如果讲他在美国 他要是真的是痛改前非 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有人说他没杀人啊 但是他害人害了多少 他害人有没有导致人死亡啊 据说也有在日本或者海外 其他地方也有人命 但是不知道这个案件具体的情况 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敢断言 在国内的时候 过去他有绑架的行为 殴打的 据说也有人命的这个官司 但是呢 很多东西到今天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呢 他的这个精神上的压力 我相信一定是很大 就是他的仇人太多了 想要他命的人太多了 所以呢 这也是他为什么 花重金去雇佣 一个保镖团队 但是他这个保镖团队 并不是像他催的那么专一 那么牛 实际上都是在美国来说 是三流四流的这种保镖团队 而且郭文贵的钱 到底还有多少 还能维持多久 能不能维持一个有效的 真正合格的保镖团队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郭文贵他得小心点 他躲在他那个18层 那个那个公寓里边 不出去 那也还好说 如果他经常在外面招摇 说不定他哪天就会死于非命 那么他跳不跳楼 这个东西呢 这种人他就是耍无赖 他过去那么多的话 他都可以翻回 他都可以不承认 所以他也不在乎多这么几次 所以如果有人以后再见了他 再逼问他 说你怎么不跳楼啊 那辛诺和韦石 并没有做劳判刑啊 那你应该怎么办 他不但不会跳楼 他也不会拿出一分钱 来进行赔偿 他如果要有脸 要有耻辱心的话 有羞耻感的话 有一丁点诚信的话 他都应该拿出一点钱 哪怕不是赔给 这个韦石或者希诺 不是像我们受到 他这个谣言 污蔑伤害的这些人 进行这个赔偿 他至少应该拿出这些钱 来做一些公益的事业 拿出这些钱 比如说 他以前老早就说过 对国内的维权人士 异议人士 他们的家属遭受迫害的 那种苦难 苦难者们 给予一些人道主义的 救援和补偿 他说过多少次大话 说要建立一个基金会 那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郭文贵可以免去一死 别跳楼了 你就把那一百万美元 就作为援助国内 遭受迫害的 民主人士家属的 这样一个启动资金 我觉得如果做这样一件事 到底毕竟还是做了一件人事 郭文贵来到海外之后 吹牛吹了那么多 很多外国西方媒体都问过他 有没有做过慈善公益事业 他当时的回答都是没有 没有做过 他一分钱都没有捐过 但是他花了一些钱去作为解渴费 去雇用他的那种走狗团队 这个打手们是拿了他的一些钱的 所以呢他现在如果要是讲 想让外界对他的这种谴责 稍微能够小一点 力度小一点的话 他应该来亡羊补牢 做这点起码的事情 拿出一点钱来 真正的为国内的这些苦难者们 做一点人道主义的援助 也算是做了一点人事 来修补他的那种 已经是百孔千疮的这种公众形象 观众朋友们 刚才夏宜良教授为我们分析了 2017年中国政治经济情况 他认为十九大是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习近平的新时代将使中国 与世界文明的渐行渐运 刘晓波被中共迫害致死 也将使更多的人觉醒 走上争取民主的道路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发力 房地产泡沫增大 经济困境将使2018年的经济发展的蒙上意义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夏宜良教授 也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